欢迎你回到新闻大白坏的节目现场 伊才上线爆发了争议 事实上健保署过去8年 开过了44次的会议 讨论相关的议题 原本大家都以为有充分沟通 没有想到一宣布还是掀开了压力锅 就连总统蔡英文都表态了 来看报道 伊才收费阵营上线 健保署说是花了一年半时间来做讨论 甚至把会议记录是放到了网络上面来做参考 而实际印出来 其实从2013年就有相关讨论 从民国102年至今 健保署8年开过44次会 当时的健保署还是健保局 代表先后分别是李承华 戴雪永 直到2015年 蔡淑林接任副署长由他主导 但到底开会说什么 曾参与过先前会议的新藏学会理事长黄瑞仁说 过去只针对伊才座分类提出价格 不知道资讯会被用作自付差额上线定价参考 自付差额依财收费开了44次会 认知差很大 就连宣布新智前 也没和卫福部行政院告知 从卫福部长陈时中2017年2月上任 直到6月初依旧横挺下属 民众不要花冤枉权的角度来做 但是如果订得不好 反而让好的伊才 没有办法让民众来用 6月11号陈时中自拍影片青上火线 表示意见有疑虑 可就个案提出态度还很坚定 甚至到隔天受访时 质疑是背后黑手操弄 强调卫福部不能不管 但晚上参加见钟弊点态度才有软化 很多人都讨论很久 因为这是大家的事 每一个人也许没有沟通到 直到13号眼看一届朝不停 再和各一届代表讨论 最后决定自负差额暂缓 两个月内在意 防疫期间发挥超强沟通能力 是部署和国人的定心丸 但一才上线引发一届反弹 甚至惊动蔡总统陈时中火速处理 要把这场危机对他伤害降到最低 TVB的新闻李陈吴轩同台北报道 阿丁部长一开始还讲说 是不是有背后有黑手在操纵 后来看到总统说话了 苏院长也说话 他又说没有 我们可能没有沟通好 所以我们再慢慢的想一想 慢慢的再修一下 很多人就讲说 这是不是阿丁要跌下神坛的开始 其实很会开炮 很会逆时中的佩琪姐 陈佩琪 他其实这两天也在写脸书 他讲的是这个 你这个人没有guts 他讲的是谁 阿丁部长 他说 哪有为了不让自己跌下神坛 又不想负责 定了一个认谁 在哪种场合都做不到的标准 然后还大拉拉的公开说 你们县市长 谁做得到 谁去开 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在防疫期间 不是八大行业都被关了吗 现在很多县市首长就想说 这些所谓的八大行业到底什么时候开 可不可以请部长告诉我们 部长就说 你们自己要定好防疫的措施 你有没有社交距离定好 有没有戴口罩 你们自己决定 地方首长又觉得很尴尬 到底行不行开 所以陈佩琪就讲了这句话 有勇气关八大行业就该有GOTS开 那他很敢 陈佩琪 陈医师每次都开炮 而且是重炮手 他说如果用这种态度来防疫 换我这种没专业的来兜行 那现在陈时中 好多人都在炮他 过去大家都不太敢说 我们不要逆时钟 不太敢开炮 现在大家纷纷开炮 而且都是女生 这是谁 就是蔡碧如 民众党的立委蔡碧如 她说这个一财风暴 其实不太好 她说卫福部长陈时中 身为一名政务官 竟然不敢为自己的政策辩护 我们刚刚也讲了 你怎么被骂了 你就缩手 你就说也可以不用推 如果当初真的没有 非做不可的话 为什么要提出来 这个碧如姐提出来的问题 我也很想问 阿中部长说 我们没有非做不可 可是你当初一定有一个想法 或是一定有什么样政策 上面的必要性 你才会去推这个政策 而且8年开了44次的会议 表示说你很认真的在跟业界 很认真的在跟医界沟通 怎么搞的 一推出来这个方案 大家骂一骂你就缩回去说 没有必要一定要非做不可 看起来好像没有guts 为你的政策来辩护 毕如姐就说 执政党的阶段性共识 让人大开眼界 不免让人有疫情挺一界 疫后砍一界的感受 那遇到有声音质疑 就说是背后有黑手操弄 大家刚刚看那一则新闻 陈时中部长在第一时间 有讲说 这个背后可能有 这个黑手在操作 那有很多人在炮轰他又说 好啦 我们会检讨改进 如果遇到杂音就说 后面有背后有黑手操作 那太容易了 我们来听听看 这个蔡壁如是怎么样批评的 我担心的是最后医疗单会 都劝家属要去买那个 这两天陈时中的回答 居然还的说 如果什么这样政策不好 我们也可以不用急的实施 我觉得一个政务观 第一个就是说 你抛出这个议题之前 你到底有没有遵照 民意专业价值 去讲你的政策的方向 第二个就是说 你既然是 已经是掏出去了 你就要为你的政策辩护了 好 刚刚听到两个女人 陈佩琪 蔡壁如 其实那个炮火都非常猛烈 而且对准的是陈时中 现在有一个女生 她也是大炮型的议员 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淑慧你好 Hello 大家午安 淑慧 我都觉得女生 女生真的比较勇敢 我们刚刚看到陈佩琪医师 看到蔡壁如委员 还有你游淑慧 你们都很敢 都看到有不对的事情 或是觉得哪边不太对 你就敢讲 不是因为她是在神坛上 就不敢发声 是这样吗 其实是救世论事 像我最近 遇到一个选民服务案 然后我在协助的过程 无奈就是 我们的防疫到底是 什么样叫做 合理的防疫 什么叫做过延的防疫 那我也没有说 要去逆时中 如果台湾所有事情 都不能救世论事 而是说 你这样是不是 就是在逆时中 逆某个神的话 那我们不就回到 那个地制时代的吗 所以我觉得 本来防疫就很多个案 那我们名义代表就是在反应个案 陈时中真的不是神 所以他不可能知道到所有的个案 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有关于像我这一次写的那个案就是 有一个长辈他因为医疗意外 然后病危 那他在海外的子女就赶快要回来 看他爸爸最后一面 可是因为隔离的问题 居家隔离的问题 结果他不但没有见到他爸爸的最后一面 而且即便现在隔离已经超过十天 他们也愿意配合一再做快筛 做两次也没关系 他们只希望投期的时候可以去跟父亲做一个最后的道别 然后也一样是遇到困难 那像这样子本来就是我们民意代表该去协助的 但是我们在反应的过程就是说 不好意思 现在还没有改到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陆陆续续在改 大家现在鼓励出去玩出来消费等等的 可能就忘了这块 因为这块的人可能是很少数 可是这个确实是人道孝道 所以我们只是在反应这件事情 那当然有人就解读说这叫逆时钟 我真的觉得台湾不该有神的存在 尤其是人变成神 他不是真的神 是 薛惠你还特别在脸书上有提到一点 你说可以罢韩不能见爸爸最后一面 这个有点没人性 为什么会这样讲 没有没有 这个是网友写的 我没有这样子写 我没有把罢韩跟这件事扯在一起 我说的是说可以观光解禁 到处去玩 人潮聚集 这个的危险度比较高呢 还是说在自己自家灵堂 然后子女对父亲告别 哪一个危险性高呢 如果说卫福部要求说 你还有其他亲友在场 那你可以做一个区隔隔离 一样可以限时 然后限地 然后要求全程戴口罩 但是这个送别这件事情 在我们台湾人的这个传统观念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且再也没有第二次知会了 其实我这边插播一下 我也遇到好几个朋友 他是从海外 从中国大陆回来奔丧的 或是爸爸病危 结果最后也是 没有办法见到最后一面 其实是一样的例子 不过因为这一批人非常少 所以可能是被忽略了 可是网路上 有网友真的这样讲 他说这就是没有办法的事 全世界都一样 这就是悲剧 因为防疫期间 你从国外回来的 就是要按照这个SOP 你怎么看 如果是前一阵子 我们在疫情的高峰期的话 我同意所有的防疫规定 都按照陈时中 可是问题是 现在你已经 这个防疫可以 那个可以 可以去游乐区玩 鼓励消费 然后酒店也可以开 KTV也可以唱的时候 那结果奔上不行 跟父亲告别不行 头期不行 那这不是一个很两极标准吗 对不对 所以当你都放宽的时候 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 他们到底是被遗忘的 还是真的防疫的需要 我认为他们是被遗忘的 因为现在整个政府 都在忙着就是 想要在解封以后 刺激警惕 一直在想的就是警惕的振兴 可是关于这种人道的事情 尤其是少部分人的事情 他确实会被我们的神给忘记 我们不应该要遗忘这批人 非常谢谢时慧 今天跟我们的联系 谢谢拜拜